莫莉很爱爸爸 也不想让你爸爸这么伤心 是不是 好了 不哭了 看看你 记住了 虽然爸爸和妈妈分开了 但是无论将来 爸爸和谁走到一起 你都是我们最爱最爱的宝贝 妈妈 死我了 死我了 莫莉来 吃个冰激凌吧 特意去那个小店给你买的 你最爱吃那种 你吃一口吧 要不都化了 吃一口吧 要不都化了 莫莉啊 其实 你是不是真的特别喜欢图阿姨 对 但莫莉 我答应过你 如果说你不点头的话 爸爸是绝对不可能再婚的 你要是想结婚你就结吧 我保证不当乱了 莫莉 你 你 你是不是还生骂骂气呢 不是的 我是认真的 你可以和别人结婚 你 我不会不理你 也不会离家出早 更不会让小爸跟你打架呀 那什么时候你同意了 你也不讨厌 杜阿姨了是吗 我还是不喜欢他 还有那个顾小语 不过你喜欢就好了 反正又不是我和他们结婚 可是 杜阿姨特别特别特别喜欢你啊 我才不用他喜欢呢 不过你放心 我说了不答案 就会说话说话 你们去接你们的婚吧 不用管我 宝贝啊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呢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我不考虑谁 我都得考虑你啊 我不管谁 我都得管你啊 你看着我 莫莉 真的 相信爸爸 杜阿姨是一个 特别特别好的阿姨 咱们再跟他多接触接触 好吗 多接触接触 我相信你肯定会喜欢上他的 我也不要喜欢他 我又是喜欢他了 我妈妈怎么办 我妈说 你要是不能和杜阿姨结婚 你就会很难过 我不想看见你难过 也不想看见你再爱小巴打 所以你们可以结婚 我也可以和杜阿姨一起去骑自行车 但是你不能勉强我喜欢他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宝贝 不哭啊 宝贝 你说什么爸爸都答应你 都答应你 你 都答应你 你说什么爸爸都答应你 都答应 都答应你 都答应你 你 做什么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三十一条 跟你说个秘密 我自己的秘密 其实我妈 她不是我亲妈 我亲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差不多像茉莉这么大吧 就去世了 我爸娶了现在这个妈 其实我后妈人挺好的 对我也好 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重话 有时候 还要看我的脸色过日子 可能那个时候太小吧 怎么都接受不了她 我从来都没有叫过她一身妈 我爸因为这个老打我 他越打我我就越抵触 从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恨我爸 一恨就是三十年 而我妈就家在我和我爸中间 微微曲曲都过了三十年 其实我到现在我都能记得 我亲妈抱着我 哄我睡着的样子 我那时候就在想 如果我亲妈活着 我就不会受这么大的委屈 我越想 我就越恨我爸 这段前段时间 我们家遇到了一些事情 我才突然发现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真的不该这么对我爸 但我小的时候 她只是方法用错了 但她真的很疼爱我 我妈对我 比对她的亲生闺女好多了 后来我跟我爸道歉了 后来我跟我爸道歉了 我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 我很庆幸我自己 没有一直地 这么执迷不悟地恨下去 我们这么多年的心结 就这么解开了 我相信你知道我跟你说这些的原因 叔叔阿姨在你童年的时候 他们疏忽了你 造成了你心理上的缺憾和阴影 他们也知道错了 他们希望能够 求到一个 让他们重新弥补改阔的一个机会 你为什么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呢 我心里 他们已经死了 你要真的认为他们死了 你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知道他哭得有多伤心吗 我看着都不忍心 他都这么大年纪了 你怎么能够忍心呢 当我想喊他医生妈的时候 他在哪儿 韩翔东 人这辈子没有不犯错误的 小孩子犯错误我们能够原谅他 为什么大人犯了错误 你就不能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呢 你是一个医生 你治好过很多的病患 给很多的家庭带来过新生命新希望 你有没有想过给你自己治一治你的新病 你妈一而再再而三地求你 你都是这种态度 其实你这个很善良的人 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 得到快乐 给他们一次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相信我 只要你迈出这一步 你就会感受到亲情带给你的幸福 是怎样的美好 你再听我说话吗 你在听我说话吗 行 谁让他们进来的 我 出去 向东 我们来是想和你商量件事 不听 出去 向东 我们今天来是想告诉你 我们打算复婚了 出去 向东 这件事情其实我和你爸爸已经商量一年多了 就想找个机会跟你说一下 小的时候 我们没能给你个完整的家 希望现在能够弥补 过去我们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 你就给我们一次机会 好 好 是 我挺感人啊 钱穿够了 女人玩够了 想换一换口味了 演绎出父慈子孝的戏马 向东 我知道你心里恨我们 可是过去那些事情 我和你爸爸是无法挽回的 我们保证 以后再也不吵了 再也不分开了 你们拿什么保证 从头到尾 你们都是为了你们自己 赚钱是为了你们自己 离婚也是为了你们自己 现在后悔了 想弥补心里对我的愧疚 就要复婚 说到底还是为了你们自己 不愧疑 不愧疑 我决不愧疑 不愧疑 不愧疑 我走 不愧疑 天狼呀 叔叔能这么叫你吗 当然可以 我听向东妈妈说起过你 今天也算是见了个面了 你阿姨说得没错 向东对你 适合对别的人不太一样 叔叔就求你帮个忙 多帮帮我们 好好照顾向东 这卡里有点钱 你就收下吧 就算是闲面里了 叔叔您这是干什么呀 这钱我坚决不能要 我在向东家是做保姆 每个月有固定工资的 我照顾他也是应该的 你们不用这么客气 叔叔不是和你客气 我们是真的特别地感激你 阿姨知道 你在向东那里 没少替我们说话 今天我和你叔叔能坐在这儿 也都多亏了你 你这颗心不是用钱能卖到的 眼下我和你叔叔能给你的 只有钱 别的也没什么了 其实向东西你是在乎你们的 只是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 说实话 当我听到您和叔叔能复婚 我都挺意外的 是啊 对不起 开始我们也是一直在商量 下不了决心 毕竟都是这把岁数的人了 你说得对天岚 我们已经抛弃过他一次了 不能再有第二次 我们亏欠这个孩子的态度 就算他真的不打算原谅我们 那我们也要告诉他 他不是没有爸爸 没有妈妈 没有家的孩子 只要他愿意 爸爸和妈妈 就会在家里 等着他 其实我们近年来 也没抱什么希望 向东这样态度对我们 我也料到了 我们让他受了那么多年的苦 现在这样 都是我自找的 好 那个 不管怎么说 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毛利已经不反对 我跟杜敏娇结婚了 恭喜你啊 同谢 同谢 那好好过吧 别再跟咱俩似的 对 你说对 我也这么想的 毕竟我也是离过一次婚的人了 这同样的错误不能犯第二次 所以我一定跟他好好过能够 还有事吗 没有了 你慢慢吃 好吧 我走了 你吃你的 我说两句就走 你还是跟那小子断了吧 你还是跟那小子断了吧 真的天啊 我是为你好 以你现在的条件 你再婚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说有人嫌疑你带着孩子 没关系 莫莫莫可以跟我的 你随时可以来看 你不能因为这个就 就葬送在那个小子手里啊 是不是 真的你冷静下来 你冷静下来 自己好好想想 你要是跟那小子过一辈子 你得遭多少罪啊 咱抛开莫莫不谈啊 咱抛开莫莫不谈啊 就说你爸那罪能过吗 绝对过不了啊 就我这样的 你带回家 你爸都一万个不乐意 你要是敢把那小子带回去 你爸不得 那心脏不得 他搭成立交桥啊 真的 莫莫 不是 天蓝 我 听我一句的啊 再婚一定要慎重 我是过来着 我有发言权 一定得找合适的才行 那小子根本不合适 他不是我男朋友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他只不过是我的老板 你什么意思 你听不明白 可他亲口跟我说他是女男 那他是为了气你 刺激你 没刺激着 他当莫莉是真的 我跟你说这些 也只不过是希望你和你妈 都别再误会下去 也别再替我操那份闲心 总之一句话 从此以后咱们俩相互祝福 各自珍重 珍重 珍重 行 那就 当我刚才说那些都 你慢慢吃 你慢慢吃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几天让你复习不用来上班了 考试会考过的 工作我也不会耽误 希望你收到头头 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定考不过呀 干脆我们打个赌啊 赌什么 如果我考过了你答应我件事 我要考不过我就答应你件事 说吧 我要考过了你请我吃顿饭呗 没问题 考不过呢 考不过 我就给你买一个限量版的高达玩具 那个很贵的 我知道很贵啊 反正我都给你签了三十年合同 大不了扣工资呗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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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来啦 敏秋啊 她快进来 展棚呢 展棚去见茉莉了 她中间给我放下了 她说茉莉爱吃西瓜 我就去挑了一个过来 行 快沉了给我 你别拿了 这样你帮我把包拿下来 好好好 我把西瓜放冰箱里 茉莉回来吃刚好 还是你有心啊 爸 大口吃 吃这上面的巧克力粒 爸 我真的吃不下了 别客气啊 这量第二个 你看 平时在你妈那儿不让吃 今儿在爸这儿 咱吃个够 吃吃 吃吃吃 爸 你有意义 聪明 说吧 是这么回事啊 那个 今天杜阿姨特意请假 谁 杜敏秋 她就想过来陪你玩玩 然后 然后一起吃顿饭 没事啊 没事 茉莉 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 也可以不吃 我待会儿给你送回你妈那儿去就行 跟她吃顿饭也不是不可以 我吃完饭你就走 行行行 听你的 听你的 你真乖 赶紧吃吃吧 她都化了 我不吃了 饱了 都说闺女是爸上辈子的情侣了 你老跟我作对 我上辈子怎么能看上你呢 好 你行 茉莉啊 这是阿姨新学的 你尝尝 这是我煮的 不知道火候怎么样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不过没有我妈妈做的好吃 好啊 都有时间了 阿姨跟你妈妈学几道菜 到时候做给你吃好不好 那好啊 我妈妈肯定会乐意的 我吃饱了 这就不吃了 不是 你怎么也得把碗里这吃完了 你这不能吃 行了行了 让她去吧 这孩子 茉莉 不是说有事要跟那个 敏秋商量吗 你跟你瞧 这么一忙活 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敏秋啊 那个想跟你商量商量 您还什么时候 跟你爸妈见个面啊 这事吧 我也正想跟您商量呢 本来呢想约个时间 让您跟我爸妈见个面 可是我爸突然接到 西北大学 大陆动力实验室的电话 他主持推进的 俄二多斯盆地原盆性 恢复和演化的科研项目 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让他立刻过去 我妈呢不放心 他也跟着他一块过去了 那怎么办啊 不是 我就是想跟他们俩见个面 就你们俩这事 我有好多事得跟他们俩商量啊 我们俩的事 您直接跟我说就行 他们俩确实没有时间 太忙了 是是是 不是你爸妈也是挺新潮的 打砸吧 这个 可是我觉得这个 结婚是个大事 应该双方的家长坐下来 认认真真 仔仔细细地研究研究 要不然也太草率了吧 好 那个 我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敏秋的父母 他不能来呢 一是因为工作太忙 二呢也是最重要的还是 对您的充分信任 是吧 觉得您在这儿做主 我可以了是吧 什么您都搞定 是吧 就你看看 你爸妈真是信任我 那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是这么考虑他 这个婚礼呢 咱们就定在十月一 对了 十月一你爸妈就该回来了吧 我想应该会回来吧 我告诉他们 他们会尽量回来的 不过假如回不来也没关系 反正展鹏他们也见过了 对对 见过面 那怎么能没关系呢 结婚是大事 这婚礼上这 女方的家长不到场 算怎么回事啊 那不行的 敏秋啊 这个可一定要跟你爸妈妈 确认好十月一 不能忘了 还有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关于酒席 这办酒席的地方呢 我都去看了好几个了 一会儿你们俩挑一个 今天就得确定下来 这十月一结婚的人 真是太多了 酒席真是不好定 现在不下手啊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阿姨 你结婚呢 我就不想大操大办了 你看这样行不行 咱们就小范围的 亲亲朋友聚一下 宣布一下就行了 不行 绝对不行 婚礼多重要啊 这婚礼是一定要举行的 我跟你说你们俩啊 别像现在的小年轻似的 弄个心肠 扯个结婚证 然后就出去旅行去了 美其名曰叫什么旅行结婚 回来就住一块了 那可不行 算怎么回事啊 太不正式了 阿姨 我觉得吧 现在 现在有很多人吧 他们都是非常注重形势 其实没有必要 还是内容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和展鹏 你看吧 我们俩都不是第一次结婚了 没有必要把时间和精力 都浪费在这些事情上面 有必要 非常的有必要 敏秋啊 听阿姨的 我知道你们工作忙 不让你们操心 不让你们累着 你们啊 该干什么干什么其他的 都有我呢 到时候 你就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亮亮亮 做你的新娘就行了 不是 阿姨 我是觉得 咱们真的没必要 搞得太复杂了 你看虽然说 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揽过去 您来办 可是毕竟是我们俩结婚吧 不能什么都不管 再说了 你说结婚大大小小的事 那么繁琐 一旦把您累病了怎么办呢 有些事还是 我跟展鹏商量一下 看看怎么办吧 对 敏秋这说得对 是吧 这结婚这事是太累人了 你忘了 我那时候结婚 反正这个 办酒席反正八层皮 是吧 甭办了 我觉得十一您选的日子挺好 到时候咱把证一领 回来之后带您吃顿好的 多棒的事啊 棒什么棒啊 怎么就棒了 敏秋啊 这事吧 就听阿姨的 婚礼一定是要办的 要不然跟你父母也没法交代啊 你说婚礼不办 我们家就娶了你这媳妇 外人看着 还觉得我们老刘家 对你不好呢 不不不 不会的阿姨 真的不会 我父母他不会这么想的 您想多了 其实我们家吧 特别民主 这事我跟展鹏说过 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 他们就很尊重我的决定 婚礼不办 我想他们不会有任何意见的 这这么着 是吧 妈您的这个意见呢 很好 也是为了我们俩 是吧 对 但是敏秋那边她 她是有他们家这传统 是吧 再商量 这个这酒席这事再商量 反正时间还长着呢 是吧 那个咱先吃饭 敏秋哪是你你你你你 新学的呢 这 这是我新学的 您尝尝 怎么样 吃吧 吃吧 吃吧吃吧 你们吃吧 你吃吧